打開文書資料 整理案件 開始一整天的工作 五十三歲的陳小姐 處於壯士帶的一群 上有長輩要照顧 下有兩個小孩 一路走來非常有感 如果我們變成事業的話 就很難找工作 一般不大會請那麼老的 年輕那麼大 要是我都不會 一樣沒經驗 我一定是請一個年輕的 培養後續 我們都自己會這麼想 可能來報恩吧 他們兩個都很OK 兩個小孩已經逐漸要進入社會 加上聽話懂事 讓已經年過五十的陳小姐 肩上壓力減輕不少 平常也會透過一些興趣 來紓解生活壓力 達到身心疲倫的狀態 像我會想說要去種種花 然後去種種菜這些的 我就覺得看到那些 我就很高興 我自己的壓力是發是這樣的 然後去趴個大山 對 我會走這一方面 比較走戶外 找到紓壓方式 對壯世代來說很重要 畢竟這個年齡層 約末四十五到六十五歲之間 通常都上有高堂 下有小孩 同時還身兼職場 跟家庭工作 蠟燭多頭燒 難免壓力大 根據衛福部最新數據統計 一百一十二年死因統計 親生離開的人數 有三千八百九十八人 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數據下降百分之四點九 是近年來首次下降 但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青壯年 比例卻來到了三成五 死亡人數一千三百四十五人當中 也是全部年齡層中最高的 所以面臨的可能就是來自於工作的壓力 來自金錢的壓力 來自這個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的壓力 經營人力派遣多年 同時也已經六十一歲的黃先生 點出了他們這群壯世代的辛苦 除了有老幼要照顧之外 這年齡層的就業也是關鍵 若是面臨裁員或者失業 這個年紀要再早工作 會面臨很多挑戰 加上AI科技興起 優心自身工作會容易被取代 找到工作機率下降 影響經濟生計 當然也會讓心情不美麗 因為這個世代的人可能就是正好 叫做三明治世代 他上有老 下有小 那他從生理心理環境來看 可能比如說這時候身體有一些疾病 然後碰到更年齊 男女生都有更年齊 心理上面會在一個不上不下的階段 然後有時候獨立創業 到底會不會覺得皮膚全數差很大 第三個環境中如果非常的競爭 然後形成那種兩極化的 暗瓶社會都很容易造成人的困擾 專家點出中壯年族群 新生率最高的問題 在於這個年齡層 該族群通常都自認為要給資源的角色 要有能力又背負很多責任 卻常常在社會轉型當中被忽略掉 提醒壯士大民眾更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第一是必須每天給自己放鬆喘息的空間 第二是保持固定的運動習慣 第三只是培養出興趣跟喜好 有了宣洩管道跟釋放空間 才能有效降低壓力 一個策略一定要及早做自我監控 像心情磷溫度計 它可以監控是否情緒障礙 睡眠障礙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讓精神醫療的醫師 護理師心理師 社工師只能治療師 藥師來介入改善 第二個善用社會資源 不管是親友的或是社會的資源 怎麼樣讓自己減少孤獨感 然後好好的去進行身心上的改造 壯世代逐漸增加 照顧別人之餘 回頭看看自身 保持身心健康良好 壯世代才能真正茁壯 TVN新聞黃光瑋 賴玉銘台北財務報導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狀態 可能是罹患癌症 和其他慢性病高風險族群者 像是肺癌 乳癌 大腸癌 甚至是胰臟癌等 民眾平日因保持心理健康 適當的壓力管理 對預防癌症很重要 壓力本身並非疾病 但它可能使原有的健康問題惡化 或導致新的健康問題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之下 可能會導致焦慮 抑鬱 高血壓 心臟病發作 中風 頭痛 注意力不集中 或睡眠品質不佳等等的狀況 儘管慢性壓力 可能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但它是否與癌症有關 目前尚不清楚 不少疾病都是在健康檢查中被發現 尤其是有不少中老年人 可能認為自己身體還不錯 因此忽略定期體檢 撐到身體不舒服才去醫院 檢查後發現糖尿病高血壓 心腦血管有問題 甚至是癌症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的人 是罹患慢性疾病跟癌症的高風血族群 所以面對壓力的管理就很重要 所謂癌症的危險因子 也就是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導致癌症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病人常常都會來問我們 但其實我們真的只能說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癌症的形成的原因 可能是你自己的基因 或是你自己的生活型態 或是你的一些 我們自己的一些壞習慣 養成的過程 可能會導致細胞的一些突變 那外在呢 指的就是一些我們可能不能控制的事情 不能控制的事情 據理來說到戶外走路 跑步一定會曬到太陽 紫外線其實也是一種致癌物質 可能會導致皮膚細胞的突變 因此醫師常說 防曬也是一種防癌的一種過程 或者是說像是 我們一些外在的其他因素 那這些可能 譬如說我們呼吸道的空氣 如果今天空氣很不好 那裡面有一些比較有毒的物質 吸道肺部 那可能也會導致細胞的突變 所以其實癌症的危險因子有非常多 現今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有些研究顯示 慢性壓力與某些癌症的發生率 較高有關係 但有些研究顯示 壓力與癌症風險之間 沒有關聯性 其實壓力似乎與癌症風險有關 癌症指數為什麼可以作為一個工具呢 基本上它可以用在臨床上 早期的偵測或者是治療以後 治療成效的一個評估以及後續的追蹤 癌症的復發是不是有復發 這一塊 目前在科學上我們認為這是沒有定論的 不過我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你的生活壓力非常大 或是最近情緒起伏非常多 那很有可能會導致一些生活形態的改變 譬如說可能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抽煙 喝酒 攪檳榔的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 或者是會有成癮的現象 那可能就會導致這些不好的嗜好 可能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健康檢查 我們可以檢視自己身體的狀況 發現一些慢性疾病 另外可以做一些早期癌症的一個篩檢 醫師強調一定要改變不好的生活習慣 降低罹癌風險 很多人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可能就會吃得特別多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口腹治癒 那很有可能就會連動到 變成比較肥胖的體質 那如果比較肥胖的狀態 就像大部分大家就知道說 也會增加癌症的風險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認為 情緒或是壓力 壓力不一定直接等於癌症風險增加 但是他有可能透過不同的管道 讓民眾的這個得到癌症的風險 會比較高 壓力和癌症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複雜且仍在研究中的課題 雖然壓力本身不直接導致癌症 但長期的慢性壓力 可能透過多種途徑 間接影響癌症的發展和進展 絕對不可輕忽 TVBS新聞 焦翰文 高子堯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Helen應該之前有很多過往的工作經歷 那你覺得就相比在Carism這邊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是真的大家都很關注目標在成長 關心著新近同仁的適應狀況 公司為了讓員工可以順利接軌 從入職第一天就很重視 第一天報到之前 我們其實就是會 他們會有專屬的位置 那其實在位置上 我們會擺放新人包 就是我們公司會有準備 像是新人的衣服 公司的衣服 然後公司的包包 然後給新人 第一天的時候會有一個就是office tour 就讓就是夥伴們 更認識我們辦公室 各個空間跟角落 畢竟來到新的工作環境 不只需要時間認識同事 也需要重新找到工作上的節奏 員工是公司的資產 就怕工作產生的壓力影響生產 瑜伽課就是會在 我們安排在週五的下班時間 然後就是才自由報名 所以有興趣的夥伴 他們其實都可以參加 然後我就在瑜伽課的 這一個環節中就是 非常的就是正式照顧到 身心靈的部分 就非常的紓壓 除了瑜伽課之外 還有諮商心理講師的分享 公司也可以打造友善的互動 讓員工碰到問題 可以大方開口求援 會定期舉辦聚餐 或是像員工旅遊 或是一些team bonding的活動 那去連結同事之間的感情 那當他們遇到挫折的時候 就比較可以從其他同事之中 得到一些資源 在扁平的組織就有這樣的好處 可以讓員工跟manager 或甚至跟老闆很無縫的接軌 那以我們自己公司為一 我自己當然是希望身體力行 可以跟不管任何一個員工 我們都可以很平行的相處 就算是一個實機生 也可以隨時到我辦公室來找我 勞動部其實早在2015年 就開始關心勞工的工作身心狀況 就怕壓力過大 引起精神疾病 而截至2023年年底 共協助了一千三百人次 近年來使用人數也逐漸增多 諮商的問題 大多以職場霸凌 職場心理調適等等 只要是災保法納保的工作者 都可以向各區勞工健康服務辦公室申請 每名勞工每年可以想六次免費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人 在他發現自己身心出了狀況的時候 其實都有權利接受這個需要的幫助 那同時我覺得對於員工 對於公司 甚至對於社會來說 這是一個三營的局面 因為心理諮商或許是一個就跟感冒了要吃 感冒藥一樣 那我覺得心理情緒有問題 那我想要找個人聊一聊 來幫助我了解自己 來幫助我解決我的議題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其實在台灣的工作文化 其實很難鼓勵大家非常的積極的 把內心的想法講出來 特別是跟主管或是老闆說明自己 目前遇到的處境或是心態上的問題等等 對 那這個我們在公司的價值裡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一點就是扁平 然後透明的溝通 新創公司致力改善傳統的職場文化 因為台灣大多還是上對下的溝通 隔閡很大 往往讓員工產生壓力 再加上休於求助 也難在第一時間給予協助 近年來有一個用語叫做內卷 那我光是內卷我就覺得說 這個很適合拿來跟大家談說 的確現代人的工作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社群媒體的發達 讓我們的資訊其實非常的大量 譬如說公司之間聯繫 或者是看報紙 你才知道說某些公司會有什麼樣的做法 他們公司多少可能我要等勞動部的統計 可是現在你隨便上網就可以看到說 哦 我今天又加班多少啦 哪家公司加班怎麼樣啦 那內卷的意思是說 我們人會有互相比較嘛 社群媒體的普及都可能讓人壓力倍增 但工作上產生的壓力一旦影響身心 不只工作表現不佳 更嚴重還會造成疾病 適時的紓壓 尋求協助 都是我們要學習的課題 TV新聞 鄭盛偉 何將一些單詞 特別報導 您是否曾經思考過 實際的年齡與生理功能上的年齡 可能差了一大截 例如明明才三十幾歲 應當處於身強體壯 但是好像六十多歲的身體一樣 常常覺得疲憊提不起勁 回顧過往可能有好長一段的時間 處於睡眠形態混亂 高壓力無法休息 情緒調節不好 以及飲食習慣不良的生活 久久之慢慢進入造衰階段 混亂的生活作息 不良的睡眠品質 以及無法維持適當的飲食及運動習慣 這些都已經在許多的科學研究中被證實 會造成所謂的假激化功能失調 不論如何 在生活中如能維持充足規律的睡眠 對假激化反應與許多慢性疾病的控制 都是重要的一環 和假激化反應會有關的症狀或疾病 除了維持睡眠健康之外 還可以從注意生活其他形態開始做起 假激化太高 讓你身體開關關不了 運作過頭 或者是假激化太低 身體開關反而打不開 無法運作 久而久之呢 我們的基因年齡就會快速的老化 假激化呢 是人體調節基因表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受到生活跟環境的影響很大 那簡單來講呢 它有點就是控制基因表現的一個重要功能 那假設呢 假激化過度表現 會幫助我們關閉基因的功能 人體的假激化修飾反應 發生在攜帶有遺傳訊息的DNA中時 會對調控基因表現與蛋白質功能造成影響 這種過程在全身的細胞都會發生 而假激化過程的改變 也可能與許多疾病的產生 像是自體免疫疾病 癌症 憂鬱症 心血管疾病 認知功能障礙等有關 現今高齡化已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 經濟和公共健康挑戰 由於衰老是許多疾病的主要風險因素 即使是同齡人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在分子和細胞層面上 DNA假激化的表觀遺傳標記 又被稱為表觀遺傳時鐘 現在已經成為測量老化的一種工具 現在有一個名字叫做假激化時鐘 它是透過計算一些隨年齡增加而增加 假激化的位點 和隨年齡增加而減少 假激化的位點 所得出來的一個能夠作為人類衰老程度的一個標誌物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 飲食和生活方式都能透過表觀遺傳的機制 去調節DNA假激化 營養素它可以透過表觀遺傳改變來延緩老化 也就是有些營養素它能夠正向地去影響假激化時鐘 例如葉酸和甜菜檢是假激化過程中的福音質 而江黃素綠茶中的一種兒茶素 EGCG和存在於很多蔬果中的虎皮素等多分類物質 都能夠調節DNA假激化的過程 大腦發育跟腦部神經功能比較相關的一些腦區途徑 的假激化會受到影響 那也就是說其實睡眠不好 其實真的是會影響我們腦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子 理論上我們就是要保持要有適當的睡眠 時間也要夠 那另外就是要調節自己的壓力 除了調整飲食之外 我們還可以制定良好的生活方式 例如充足的睡眠 適量的運動和放鬆練習等 這些都能夠影響DNA假激化模式 逆轉假激化時鐘並延緩老化 醫師指出基因是先天注定 但是後天的健康生活模式能夠改善假激化失衡 減少基因的不良表現 務必規律生活作息 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質 均衡飲食與足夠的運動 能讓基因年齡等同於實際的年齡 健康樂活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很多人都聽過心臟衰竭 其實就是心臟無法打出足夠的血液 提供給全身的需求 一般可以分為兩種心臟功能不佳的心臟衰竭 會讓心臟的收縮力量不夠 導致打不出足夠的血量 另外一種是心臟收縮能力正常 但是無法適當的放鬆 造成沒有辦法將足夠的血量收回心臟 而形成供需不平衡 心臟衰竭的症狀有水腫 容易喘以及容易累 心臟功能不佳的原因 常見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因為菁因造成心臟擴大病變 需要服用一系列的藥物 以協助心臟功能恢復 而心臟無法放鬆 造成的心臟衰竭 常見的原因就是慢性病 以及老年退化 除了服用心臟藥物之外 還要治療背後的慢性病 才能阻止疾病恶化 心臟衰竭的原因很多樣 最常見的是心臟本身的問題所導致 包括冠狀動脈疾病 半膜性心臟疾病 各種不同類型心肌病變 高血壓 心率不整等 另外有些雖然不是心臟本身的問題 但殘久下來也會導致心臟衰竭 例如糖尿病 高血脂 酒精 內分泌系統疾病等等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心臟衰竭人數持續上升 除了高齡化之外 過去受限醫療科技 心肌梗塞患者 往往在疾病早期就離世 近年來因為新導管技術進步 挽救許多急性重症患者 另一方面 這些救回來的重症患者 也成為心臟衰竭的高風險族群 或隨著時代的進步醫療的進步 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心臟衰竭 有可能是在更年輕的時候 就有可能發生 那發生的原因也不單單是 只有所謂的心肌梗塞 冠狀動脈疾病之後才會發生 一項健保大數據研究結果顯示 因心臟衰竭住院的患者 10年內成長了9倍 心臟衰竭病友出院後的再住院率 半年內更高達3至4成 要降低心衰竭的再住院率 良好的生活習慣 和正確的服藥觀念 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由建於此 衛福部健保署推出 即興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以醫師 各管師 藥師 結合營養復健等各職類專業人員 提供病友出院後半年的 後續醫療照護 我們發現即興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改善了病友的服藥習慣 活動能力 心臟功能 也降低了再住院的比例 病友也應該持續健康生活方式 如減少鹽分攝取 避免肥胖 適度運動 戒煙 誤過度飲酒 規則服藥 當遇到水腫 呼吸喘等典型症狀時 盡速與醫療團隊聯絡 目前我們常知道的 所謂的心臟衰竭的產生 最常見的可能還是所謂的 冠狀動脈的疾病 或者是產生心肌梗塞之後 造成心臟受傷 造成的心臟衰竭 全球的心臟衰竭大概有6000萬人 台灣心臟衰竭約1%到3%左右 以3%來說 超過70萬人 事實上心臟衰竭在健保署資料庫裡 有用藥超過24萬人 基本上有50萬人是潛在心臟衰竭的病人 如果發現自己的雙腳水腫 輕微的活動就容易喘和累 甚至晚上睡覺更喘 甚至躺不平 就要到心臟科門診求診 以排除心臟衰竭的可能性 隨著心臟衰竭越來越嚴重 甚至有些心臟衰竭的病人 你會發現他的兩隻腳 下肢會有水腫的現象 這也是代表心臟衰竭的症狀 越來越嚴重 醫師提醒 有高風險的人 包括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 或者有冠狀動脈心臟病者 發生心臟衰竭的機會就會大幅增加 民眾應提高警覺 隨時注意身體狀況 別讓汗事發生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糖尿病跟失智症在高齡長者當中 經常同時發生 主要的原因是這兩種疾病 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學機轉 都跟胰島素作用不良有關 另外他們還有共通的心血管代謝危險的因子 在一些基因的研究當中 也顯示出有相似的地方 因此這兩種疾病常常一起出現 在過去的一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說 糖尿病的患者比沒有糖尿病的患者 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大概增加40% 其中罹患阿滋海默症的風險 高出40% 血管性失智症的風險更高出90% 同樣的罹患阿滋海默症的病人 也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糖尿病 糖尿病的病人本來就容易有失智 或者是認知上的一個功能障礙 但是阿滋海默症的臨床表現 跟臨床上的基礎關聯性 跟糖尿病也有類似的地方 大腦的地方對於胰島素的敏感度不夠好 以大腦當中 它的胰島素能量降低 都可能是跟阿滋海默症的病程 眼鏡有相當大的關係 糖尿病血量高的時候 它會造成許多的并發症 包括我們的大血管的 動脈床狀硬化 所以造成心肌梗塞 造成腦中風 造成我們的周邊的動脈的阻塞等等 對於小血管來講 它會造成我們的視網膜的病變 神經病變 還有腎臟的病變 對於認知功能 我們最近也慢慢的發現 其實高血糖的狀態的話 血糖越高 對我們老年人的聽 說 讀 寫的能力 還有認知功能也都會受到影響 失智症一般分為阿滋海默症 以及血管性失智 台北龍總藉由健保資料庫 所做的研究發現 新診斷的糖尿病病有 會增加76% 阿滋海默症的發生 除此之外 高血壓 年齡的老化 中風史 也會與阿滋海默症息息相關 糖尿病也與血管性失智有關 而血管性失智是第二常見的失智症 這個發生也會與血脂肪的控制有關 然而糖尿病引起失智症的原因 主要是藉由血糖控制不佳代謝產物 增加導致於腦子的堆積 以及胰島素分泌不足 阿滋海默症是一種曾經退化性疾病 和體內β類澱粉蛋白成績是有關的 飲食常生活中 如果我們能夠多運動 進行健康的飲食攝取 就能夠有效地減少β類澱粉蛋白成績 在我們腦子裡面 也能夠有效預防阿滋海默症的產生 血糖反應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包括碳水化物的攝取總量 碳水化物的類型 食物中的其他巨量營養素 食物製備的方法 像是有沒有糊化以及生理機能 例如營養素的腸道吸收率等 在飲食成分方面 改善餐後高血糖 高胰島素血症 和胰島素主抗的關鍵策略 就是盡量選擇能夠減少血糖波動的食物 因為血糖波動太過激烈 會加重氧化壓力和β細胞的損傷 足夠的睡眠 對於糖尿病本來胰島素的主抗性 就會造成一定好的影響 也會讓病人血糖控制 得到控制一個完整的範圍 同時在這個範圍裡面 對於神經退化性的疾病 跟糖尿病中間的病理急轉 也可以產生某程度的抑制效果 降低進食的速度 因為吃太快會造成比較劇烈的血糖波動 是選擇低生糖負荷和延殖未排空的食物 這類食物通常具有高蛋白 低碳水還有高纖維特性 不但可以降低胰島素需求 和餐後的血糖波動 還可以減少飢餓感和食欲 文獻發現有糖尿病跟沒有糖尿病 然後去做跟會不會發生阿滋海默症 或者是所謂的血管性的失智症來看的時候 當有糖尿病的時候 發生阿滋海默症的這樣一個機率 就會高二到三倍 當血糖高的時候 對於許多的我們所謂的認知功能 這個部分也都會下降 醫師提醒預防失智症要及早開始 阿滋海默症被譽為是大腦的糖尿病 當血糖過高時 會造成腦部神經及腦血管內皮細胞病變 不可輕忽 TVBS新聞陳如環 李建偉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